財心笑意 妳說什麼 妳剛剛說什麼 沒有 我們在討論我們今天的穿著 就我覺得 什麼沒穿好 現在很流行這種很簡單的 今天最主要是要講髮型 那我現在還沒好 因為我自己平常 我不太會整理頭髮 我就只會這樣子用直 其他我就真的都不太會 所以每次我去工作或什麼 做造型的時候 都是造型師弄的頭髮 我自己真的不太會打理 什麼是有個性的頭髮 那我自己覺得 最有個性的頭髮 大概就是這種 超乾淨的馬尾 就是 雅里安娜 雅里安娜 對 她的馬尾真的是超級好看 我們是全世界最好看的馬尾 就是很少人 對啊 就綁不出來 像她這種髮量這麼足夠 然後她頭型又很好看 又收得超級乾淨 為什麼妳覺得 楊秀會長綁 不一樣 有 秀會姐滿像綁 但是她的真的特別乾淨 好啦 就是她的邊邊收得非常乾淨 就是感覺臉的線條 都拉得很尖那種 像我就很嚮往綁出這種頭髮 但我自己就綁不出來 然後或者是像去年吧 去年前年開始很流行 比較嘻哈的裝扮 然後像鄧子齊就很常綁那種 有點像髒辮的頭髮 雷鬼 就會綁那種辮子 就會感覺就是很嘻哈感 然後因為像那種個性的頭髮 我自己真的是弄不出來 我頂多就只能很直 所以在我身上 還沒有給造型師用之前 都看不出有什麼個性的感覺 那會不會很個性的東西 用在她的臉上 然後又變成甜美 會嗎 也有可能 因為她就是臉 眼睛大大 對 你一點都不顧 我可以胸啊 可以 有點很輕 對啊 她今天很輕 不是需要一些妝容跟髮型 還有穿著上的搭配 但今天可能就是要請教老師 怎麼樣可以教我做出一些 比較簡單俐落 自己可以操作 好 其實對我來講 小麒麺因為她的條件 跟她今天的穿搭要做成帥 其實 不搭 有一點對老師 對老師來說是一個大挑戰 是 對 那你們就還是來試一下 好 其實就是像剛剛講到 很多帥氣的髮型 其實就是多半都會是 要嘛把額頭露出來 要嘛整體看起來是 工整 帥氣 俐落感的 那像小麒麺其實 因為有瀏海 那也是近年來非常多女生 如果你剪了瀏海 但是你要帥的話 其實它都是一個問題 對 所以那我今天教大家 如何在 在你有瀏海的情況 怎麼樣把瀏海往上固定 但是 膨度有拿捏好 然後如何收得乾淨 第一步我們就先 噴水 那大家記得噴水的時候 噴的地方是在根部 因為我們要邊噴 然後手邊往後帶 然後最好 如果家裡有慕斯 有一些定型噴霧 都可以在這時候做打底 了解 那我今天抹的是慕斯 抹的時候盡量是這樣交叉 先讓它跨開來 然後我們要這樣帶 是這樣 因為它才撐得到髮根 然後邊帶的時候 我們稍微讓有點濕度的頭髮 線條先往後 你看它上面的膨度就會有 然後這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用吹風機 等一下吹的方向就是 我們吹風機拿在 在斜45度的地方 手先往後再往前推 只有這個動作而已 先往後往前推 然後是在我們頭頂的這個位置 好 那我就先開吹風機 先往後再往前推 往後再往前推 它就有一個膨度跟高度 明白 而且寧可把它推很高 先讓它很膨 對 因為它稍微超過那個角度 不要怕說 會不會太膨不要怕 對 因為要把它弄滴 用等一下抹 一定會把它壓下來 對 好 大致上都吹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寬一點的梳子 然後輕輕地往後這樣帶開 側面好明顯 有沒有看 當你有 有帥帥的感覺 瀏海把它往上的時候 你就會看起來 整體會有俐落感 那其實最俐落的感覺 是要有點 九一分 大側分 比方說我們這邊的厚度 大過於這邊 看起來就會有一種 俐落 然後側邊的感覺 流線型就會是很漂亮這樣 好 這時候呢 很多女生可能額頭上 有一些可能兩側比較寬的問題 我們可以輕輕地先把 比較短的地方剝下來 都是用戳的 那因為我們剛剛抹慕斯 對 所以我們就 很好的把線條帶下來 小拆毛 對 小拆毛 那這時候我們的髮膠 油頭膠或是任何透明的膠 都可以這種透明狀的 然後你戳的時候 因為它才可以創造那個線條感 對 一樣從頂部區 輕輕地這樣往後帶 那你看你每戴一下 頭髮就會有空間感 它有那個線條 然後你這邊再輕輕地往後帶 所以這樣又有施髮感 對 都是一點一點往後帶 那因為剛剛欣貝姐講到 說在吹的時候 膨度過高沒關係 因為這時候有濕度的產品 它就會下降 然後在兩側的地方 我們這樣子收貼 都是用按壓的方式 它這樣一弄乾淨 就會覺得 它是一個很專業的人 對 你用我嗎 對 我看起來很專業 輸上去以後 很像高級主管 然後剛剛瑋瑜教的那個方式 其實它就可以直接這樣 扎在裡面 對 它就直接綁一個小結 其實我今天本來也要教那個 但我想 剛好可以 它弄過了 用掉了 就是直接在兩側的地方 你就想要想別招對不對 他剛剛錄影一直坐立南安 對 我的招會用掉 沒有 因為那個 那個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很方便 就這樣裡面綁起來對不對 不然很容易 有時候我們抹完之後 其實一整天它就開了 對 其實可以搭在裡面綁起來 會旁邊會岔出 對 好 那我教大家 如果妳用毛夾的話 固定的地方可以不要是在耳前 是在耳朵後面 內側的地方 我們先一手這樣往後壓 然後 毛夾把它這樣放進來 讓它 那你也不會一整天 一直頂到耳朵 這樣放開 它這邊就手貼進去了 另外一邊也是 你這樣看起來好有精神 真的 我眼睛都開了的感覺 雖然沒有換衣服 但是就是會很時髦 擦了一個人 剛剛好像有點只要想睡覺 因為瀏海什麼的 剛剛感覺是你妹 你現在是姊姊 真的 好 然後這時候呢 因為其實膠它必須要有時間乾 那在乾的時候 我們先噴一點點 定型液在兩側 下最需要讓它有膨度 有補貼度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是噴一點 然後捏一點線條 對 用捏的 噴一點 然後這樣捏下來 如果你今天是真的要拍照 那種很隨性 很雜質的感覺 你就可以把這一條拿來中間 掉一條 有形的 所以這有時候是一個 進可攻 退可守的髮型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掌握它 千萬是一定要抓兩條的鬚鬚 不要抓正中間 它這樣就可以 剛好修飾在額頭 然後也不會這麼地突兀 只是掉兩條 對 就噴一點點 然後 刷一點 那個鬚鬚好重要 是啊 好看的 而且有時候有一點點鬚鬚 拍戲的導演你會說 你把那個撥開 對 對 打細絲 頭髮沒有剝好 對 對 然後我們後面就一樣就是 你可以噴在手上 然後輕輕地這樣往下帶 對 把那個 線條從前面延伸到後面 那你這樣都會有這種線條 但是你兩側是收貼的 對 但後面就夾直就好 這種俐落的感覺 就不適合太多的捲度 留懷在夾捲 就是保留你原本頭髮的直線條 但是你把頭髮收乾淨 其實就可以達到一個帥氣的根 好強 帥 謝謝 其實長髮女孩不能有帥氣感 仍然老師為大家做了最棒的示範 原本飄移的長髮 變得帥氣幹練又俐落 簡直叛弱兩人